周秀娜半个老板身份为内衣品牌的网上商店主持开幕仪式 身穿黑色透视裙透胸罩的她 她也有参与设计和情绪试穿 但她就宁愿站在一旁看着外籍模特走秀 也不愿意自己下场秀本钱 周秀娜笑言自己的胸部一直都在 被问到会否在男友面前试穿产品已经求意见 周秀娜表示绝对不会 不会啊 因为我们有那个目录嘛 我会送给她啦 我会送给她叫她回家可以自己慢慢看 然后因为就是在意见方面她不能给太多 因为我觉得男生在这方面都不能够非常的就是知道女生的需要 所以变成我自己是用家的话就能够可以用就是在女生的角度去想 所以变成就是自己可以在设计方面还有功能性方面 可以调整出更多 周秀娜表示目前投资了六位数在生意上面 目前只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 拍戏才是她的第一职业 被问到会否因为副业太多缩减与男友见面的时间 以至男友早前被拍到去澳门玩 都是与其他女性朋友一起 周秀娜表示男友那天是因为工作才到澳门 又表示如果男友女性朋友太多 会叫男友帮忙推销内衣果然很有生意头脑 所以我现在都一直有在就是跟进一下那真兵的女性朋友啊 就因为我会就是极力的去推销一下自己的设计的产品 对我会送给他们因为圣诞节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女生来说非常好的礼物 对啊没办法她去澳门就是没有带我去了 下次去厦门的时候记得找我 我应该会有时间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